加3 目前西杯新赛的比新赛季的比赛还没有开始 那么各大球队呢也都在进行热身 期待为新赛季的比赛做好准备 在新的赛季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就在最近呢 在广东南南和约旦国家队完成了热身赛之后呢 另外一支西杯球队广州龙师 也和约旦国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那么本身呢 约旦国家队呢 这一次在国内频繁参加热身赛呢 主要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赚钱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些国内俱乐部啊 也可以通过和这些高水平的球队进行交流呢 能够去提前发现球队的一些问题 为新赛季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让很多球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 在最近这场热身赛当中呢 广州队和约旦国家队之间的一些球员 却爆发了非常重大的火爆冲突 那么尤其是约旦这边的第一中锋呢 更是出手重伤了我们国内的球员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回顾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媒体报道来看呢 在广州龙师和约旦队的热身赛当中 双方球员爆发冲突之后 郭凯是被约旦的中锋 达瓦里呢 重重的被摔扔在了地上 甚至一度不能够动弹 影响还是非常恶劣的 而回顾当时的比赛可以发现呢 双方之所以发生冲突啊 主要还是因为呢 在篮下抢球的问题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呢 约旦这边的中锋达瓦里呢 和西边的状元广州的内线核心 郭凯呢 在篮下展开了一个抢位大战 因为呢 也许就是因为啊 遭到郭凯这边的一个抢了抢夺呢 让达瓦里这边是有一些情绪失控 所以后续后续恼羞成怒之后呢 他直接就给郭凯来了一个大背摔 让很多球迷非常的震惊 当时甚至啊 我们看到广州队的其他队员呢 也是彻底懵了 那么我看到呢 郭凯在被摔在地上之后呢 看起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直接就不能动弹了 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呢 郭凯的一个队友 在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被欺负之后 也是立马上去推了达瓦里一把 也许是知道至于李亏呢 当时达瓦里呢 并没有太多过多的表示 但是他这种行为呢 很明显呢已经对对方的球员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只是正常来说 如果在赛场上这种球员呢 早就遭到驱逐了 这种恶性行为呢 确确实实是非常过分的 所以的话接下来呢 我们也希望针对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的联盟包括蓝鞋 都应该拿出应有的态度 即便是这只是一场热身赛 但是针对这种过分伤人的做法 也应该出一定的惩罚条例 说实话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估计在赛前大家都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本身达瓦里呢 是一个实力非常不错的球员 在此前帮助约旦南南出战世界杯的时候 他场均可以拿到14.8分 9个篮板 两个助攻 1.2是抢断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堪称是整个亚洲的第一中锋 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这一次本身来到中国这边参加比赛呢 广州队自然也是希望借他的手拿来练一下 谁会想到呢他的球啊这个能力不错 但是球品和人品却如此的糟糕 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球队来说呢 应该也算是一个提醒 后续有机会再和这个球队 这位球员交手的话 一定要留一个心眼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